时点 记者来到市法小区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 当时女童是从二栋三十一楼坠下 还砸中了楼下树枝 很快女童被送往了 新沙八医院进行抢救 遗憾的是在昨天晚上 孩子因伤势过重不幸生亡了 好好的孩子为何会突然从家中坠落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事发楼栋的楼顶 从楼顶上看 这户人家装了隐形护窗 据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当时这名小女孩 就是掰开这个隐形护窗后 爬了出去才导致坠楼 目前警方已经接入调查 民警提醒 家长要让孩子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在阳台或窗户上安装防护网 也有讲究 它以前反正上 它是有 它距离有那个死来跟风 其实可以把它拉开 拉开它是间距 它一张在一个三十来 二十来不是三十来的样子 它那里面就不安全 我们的乐意行 它整个的话 它就可以掰了开吧 它是跟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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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